徐老師可能會有一點點性能不知道 但是這老師可能是沒有什麼去的 它主要是跟能源有關係 它是能源利用 怎麼說呢 這個題目是說我要去最佳化我的放射器 去用在熱光電系統 什麼叫熱光電系統 首先去掉熱子 光電系統各位所周 什麼叫光電系統 光通過黑 知道的舉手 不知道的舉手 我通常都要反面後 這樣比較有效 說出來就是太陽版 所謂光電系統呢 它其實是利用光電效率 把光升電的 你的光帶的能量 啾啾啾啾打進來 然後呢 材料本身它呢 具備的半導體 所以你的光的能量被它吃掉 吸收 吸收之後呢 做的事情 是讓你材料裡面的 半導體裡面的電子跟電動原本 還蠻不錯的關係 被你破壞 你提供的能量 讓它分明 電子跑一邊 電動跑一邊 下面接個電極 啾啾一下連出去 就這樣 就做工 那你如果中間再接個燈拋 它就會這樣 因為你把電子電動隊分明 透過這個電路 閃起來 它就是這樣 所以光電系統 或者是光電轉換 它說穿的就是太陽能板 應該說是太陽能板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它呢 把能量轉換 把它由光能轉換 可以做工的能量 那 那 熱光電系統 什麼 熱光 是這樣 光電系統啊 主要是針對誰 主角是太陽 太陽光 太陽光 你能不能操弄它 不能吧 它放出來什麼就是什麼 5800K近似的黑 就這樣啊 它底部就是那樣啊 你能把它操弄 可是大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人類所希望 或者是可以玩弄的 它的熱 是來自於溫度遠低於太陽 所以呢 像中鋼 各位 這個中鋼 內鋼 它有很多的熱 都是用熱輻射給放掉 如果 我們能夠把這些熱輻 輻射的熱 用光電系統 把它變成電 原理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放出來的時候 我們換一件 嘛 那我就可以怎樣 回收被熱 所以這個是它的核心概念 什麼 Monomotech System 基本上面來講 就是回收熱輻射 而利用光電效應去回收它 跟太陽能板 跟太陽能板出創的差不多 只是能接不同 太陽能板 它主要是用洗 但能接比較高 因為目標是索定核心光 而熱光電系統呢 是索定核心外光 那我們就是希望能夠 找到比較合適的熱光電系統 然後去設計它的放射器 使得它的效果比較強 這個是它的核心概念 那介紹完了它的這個大體上的結構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大致上的構造 這個是熱輻 人造熱 它可能呢 是一千多K 或者是更低 甚至你的年輕的排氣管 然後呢 你想辦法在外面 給它一個罩子 這個罩子呢 會放出輻射熱 放出來的輻射熱 被側邊的光電轉換元件吸收 就可以做功 這個是它的核心概念 射風不合 鋪帶的事實 好 那這個概念 裡面 有一個很關鍵的元素 是什麼呢 是這個造型 這個造型 它所扮演的角色 有點像過濾器 我希望我放出來的光 或者是能量 剛好我和你這個地方的能量 放太多 被它吃掉 全部變成熱 它會被燒掉 沒有很多 所以太陽能板 你如果全部造成它 那它會燒掉 所以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 通常要把那個用的 無外線的綠標 這是太陽能板 作用的原理 那我們要做這個造子的設計 我們基本上面 就是要把這個放射率 去做一個調變 有用的留著 沒有用的殺掉 那這個是它的放射原理 所以呢 我們的放射器 要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做一個所謂的波長選擇性的放射器 波長 隔四 把它能夠放大 放射率 然後放射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這個放射率 在短波長 能量高的時候 配合它很接 放得越多越好 長波長 沒有用的 不被吸收的 就是會轉成熱的 越少越好 所以第一個 你要做這種好的造子 第一個首先呢 不是要波長選擇 就是要放射 再來呢 你的放射率的皮膚 希望 跟方向不關 你不要說這個方向 是這樣的放射率 另外一個方向是另外一個放射率 那這樣的話 這個造子就一定不用了 還有呢 你的材料 必須要做成功高溫 如果低溫又不行的話 那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是你的造子的基本上面的要求 那這種造子 有很多人設計 用這個 用不同疊的結構 用二維的拖起結構 甚至到三維的拖起結構 人家都做過 那其中我也設計過 那這些呢 表現都不錯 那我聽出來是這種 在表面做一些顆粒 用這些顆粒所做出來的放射性質 能夠達到我剛剛的那些要求 所以呢 我們就提出來 表面做二維周期結構 因為你要跟方向無關嘛 你一定要兩個維度都有周期 那這個是模擬所需要的公式 我就跳過去 這也是我主要的核心的這個 Numerical algorithm 叫做 嚥格偶合波法 那我這邊就跳過去過去 打了一堆方向是 去接電視波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希望我能夠做這個 二維的放射率的設計 所以我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 當然是要能夠重現別人的結果 而且要確認我的Numerical code 是Work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就去重現別人的結構 告訴人家 我的Code是Work的 能夠模擬別人的放射率 因為我和六下的假數 別人的作品 這邊是我的Code 再來呢 是我的收斂性 隨著我的複裂項像素 基本上我的Code 是可以收斂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OK 再來呢 異維結構 我也可以模擬 那就沒有問題啦 然後提出來的二維周期結構 二維周期結構裡面來講 它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上面有凸的可以 另外一種是凹的 那種叫千末 填梗 那這兩種我都拿來試試看 到底誰可以 那針對二維周期結構 你有很多個參數 你要做最佳話 那每個參數的領域去try 那你踹不完 所以呢 而且你的計算量太大 所以在這邊啊 我用到的體驗口方法 設計組的人應該知道 Code這個提出來的方法 就是在有限 就是把每個參數 視為獨立列數 然後做不同的Label 去做排列組合 那你有辦法 能夠找出最佳好的結果 那在這邊呢 我就是做了一個 這樣的不同的Label 想辦法去找尺寸 去找它的最佳話 那我設定的目標函數是什麼呢 設定的目標函數是 我的短波長 希望它的放射率越高越好 長波長 放射率越低越好 這個是我要做的設計目標 那我就去找了不同的參數的排列組合 然後去找 製作了這樣的一個表 那反正就是在做最佳話 這是天候方法 那做出來之後呢 我就去選擇我的參數啦 那當然我就選擇了一些參數 做一些適當的選擇 做一些適當的選擇 找出來最好的performance 大概就是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代號 就是每一個尺寸上面 你挑的Label 然後呢 它這邊呢 是它的尺寸 這個形式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它就是凸起來還是凹進去 我挑到的結構都是凸起來 大概我們這件事凹進去的比較好 那我挑到的是凸起來 那這些是我的結構上的尺寸 然後再來比呢 就是比短波長跟長波長 短波長我的放射率 基本上都比人家的藥來的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罩子啊 放出來的光子 或者是放出來的能量 都是能夠被利用的 這件長波長呢 有些比它好 有些比它到 但不管怎麼樣 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 我原則上 就是用填口方法 去幫我找出適當的尺寸 然後找到合適的放射器 可是這只是取其的點而已 如果把它畫成平衡 這個就有點像我理想的放射率 短波長是要高的 長波長被利致 那不同的結構 不同的入射角度 基本上都還要能夠維持 這個樣子的形式 這個是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所以 短波長中軸放射率 在這邊要高 這邊要低 是理想放射器的事情 而我成功的做到 那當你的角度變大的時候 它的效果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但是傾斷上面 防射率仍然是蠻高的 這邊仍然被禮止 30度 60度 除此之外呢 我還希望能夠轉 S-muse angle 在空間上面來講 除了Polar angle之外 你還有一個S-muse angle要考慮 所以呢 我就做了這樣的考慮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小耳朵 可以看到小寶子 這個小寶子 那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在這些大角度的時候呢 像小耳朵 是在這幾個角度 它的放射率會比較高 在這邊漸漸的 那這個藍色呢 是到了很大的角度 它才會下降 像這個圓寶 它就是在60度的時候 它的放射率很高 針對我的應用 我會希望什麼 我會希望短波長 越大越好 長波長越小越好 長波長 我舉個例子 短紅色的線 我希望它的圈圈 越甩越好 短波長 藍色的 越大越好 所以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說 我所設計到的 即時轉 S-muse angle 我仍然可以 可以達到我的放射率 短波長高 長波長低的效果 所以我成功的做出了 這樣的一個設計的感測器 那 鋪的跟凹的基本上面來講 我都可以找到不錯的表現 所以這個是鋪的 這個是代表性的凹的 凹的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原則上 大概也不錯 所以這個work來講的話 基本上面呢 我是用二維的洲際結構 設計了一個放射器 能夠怎麼樣呢 能夠在短波長 放射率高 長波長 放射率低 而我所用的方法 是用這個 嚴格偶和波偶的理論 去模擬它的放射率之外 再加上藉口方法 去做尺寸上的栽選 最後達到我的效果 好吧 應該時間上多了嗎 應該是 稍微找了15分鐘 那 有問題 歡迎提問 剛好 大概快樂之一的人在睡覺 那